一个今年串起的新兴名词 同时也是全球国家到企业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遵守的核心目标 简单说明就是减少人为制造或是排放的废弃物 透过绿色再生能源循环转型再利用 抵消所制造出来的碳排放量 最大化完成作业效能 降低因为温室效应 所引发的全球剧烈气候变迁 造成世界环境的重大改变和影响 我们在针对整个工厂 然后它可能会产生的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来做计算 那我们可以从它厂内有直接的一个排放 我举例好了 例如说它可能有使用柴油发电机 那它有用到柴油 那我们要算出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多少 那餐厅它又使用到天然气 那就要去计算天然气它的排放量是多少 有新的政策不管是对地方 或者是对整个我们的环境的影响 我都有需要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所以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加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在开课 那我也期待说可以透过课程的认识 然后课程的一些检验 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对于环境这一块 尤其空屋这一块可以有更深的一个认识 国际IPCC研究上面只做减碳的话 其实很难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 所以这时候应该要发展副碳排技术 那副碳排技术有哪些呢 其实包括绿碳就是包括森林的碳汇 还有黄碳就是土壤的碳汇 另外还有蓝碳就是属于海洋的碳汇 所以高雄是一个海洋城市 海洋首都非常有这样的前瞻性跟远景 可以来发展海洋蓝碳 这有办法达到副碳排走向净零城市的目标 为了达到2050年全球净零碳排目标 也为了加速提升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 台湾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不动了起来 112年8月成立台湾碳学教育所 紧接着在11月初所创实体化净零学院 陆续启动安排相关课程 让场观学各界精英交流讨论 培植净零人才 对福岛服务高雄传统产业转型 也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我们也都要去各个的演讲 还有一些上课也都需要去收集一些资料 其实我们对自己也有做简单的评估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通路 还有没有用到重点 我们算间接第二阶段会比较影响的产业 那当然我们也有出口 也有三角贸易 如果有出口到欧美的部分 也会对我们蛮大的影响 也是希望从整个产业银厂来带头 然后政府也给我们一些投资的优惠 然后让我们去提升自己 然后银厂带着我们一起做整个供应链的转型 了解到就是这些产业的困难点 对于碳排啦碳足迹的一个演算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盘点作业 他们可以再透过课程去知道说 目前我们可能哪些是需要盘点 哪些不需要 或者是可以产生合一的 那或者是他的困难点在哪里 把它说明清楚 我想这都是我们地方 其实我觉得环保要由地方做起 那所以环保局这边也尽起了一定的责任在 课程的开课收集了相当的意见 然后进而把这些资料跟意见汇整完以后 我想再进一步就要往中央 身为台湾第一大工业城市的高雄 虽然肩负经济发展重任 但也无可避免的 背负了全台碳排放量比 名列前茅的宿命 除了国营企业等指标型用电大户 必须以深作折 发挥影响例外 进而将能源和产业转型 以大代小分享减碳技术给中下游厂 让中小型企业有正确方向来依规 让减碳脚步期间并行 共同面对国际市场新形态 来进行碳排的挑战 对制造业来说 尤其出口型的制造 一些客户跟厂家他们也讲 他们要投资这一块 其实也是焦头烂额 没在笑 因为对他们的成本负担会很大 所以其实一般在评估 然后一边在评估 然后一边又要下很大的决心 去做一些投资 这一块都还在两难 都还在两难的困境 当然希望政府带头 然后针对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 然后由他们来制定一些标准 让大家有所依循 进行各项的这个 碳汇或者碳权的取得 都会有成本的问题 但是呢 其实台湾是一个出口贸易的国家 许多工业 包括比如说高雄很著名的螺丝业 必须把这些产品 外销到欧美的时候 那欧洲 C-Bank他们就会克相关的碳税 那这些都是所有的企业必须面临的课题 那企业不知道的是说 那它的减碳措施 它的固碳的方法 到底符不符合国际的标准跟要求 这是企业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政府可以在这上面来协助企业 进行碳盘查 未来呢 跟国际碳权的交易进行接轨 才有办法让产品销到全世界 很多产业其实在这个 在现阶段 对于碳排碳主机 或者是碳汇等等之类的 它其实还有很多模糊的地带 因为 连国际组织 他们现在还在摸索当中 其实 这可能还要再走一段时间 那我误想 高雄市既然已经有第一步 就是第一个那个自治条例的成立 那有需要也有必要 在藉由课程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跟各个厂商业者 不管是食品或石化或钢铁 其实可以透过课程去收集一些意见 钢铁业者指出 有些仰赖进口贸易的国家 虽然目前还看不到 对锁进商品碳排标准的行政要求 但也总是要有备无患 依照政府标准来循序渐进 另外国际贪官税 也将逐步加强实施审查 业者期盼 政府在规划因应政策面上 应该强化民间业界宣导 提供必要性的转型协助 提前布局 让台湾产业的暖硬实力 不只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也是这场近零碳排竞赛中 夺得领先优胜的关键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且 want